林口中校路机车练习场 有许多民众在此练习机车 一旁也有打篮球的民众使用球场 有民众反映此处的机车容易骑到篮球场 篮球也可能滚到机车练习场 而容易发生危险的情势 市议员李宇翔在去年9月1号办理会刊后 考量安全请区公所公告停用 并由区公所进行安全设施改善 考量这两个场域 包括机车练习场 还有篮球场在同一个范围 有时候在使用上有一些安全的顾虑 在议员李宇翔办理会刊之下 我们基于安全的考量 我们有将它暂停的封闭 来进行安全措施的改善 区长廖武辉表示 感谢市议员蔡淑君争取工程经费 除了架设安全委网外 也一并更新球场标线与球框 同时考量场地由举办活动需求 所设置三米高的委网为可拆卸式 则不会影响借用单位活动使用面积 在蔡淑君议员的协助之下 也争取了许多的费用 我们针对了机车练习场和篮球场之间 我们架设了安全的围离 让两个场域可以个别安全的使用 然后互相不会影响 那在这个努力之下 我们也将这个整个地面的这个标线 也重新的绘制过 公所借由这次新设委网工程 提供更加便明安全的空间 帮助居民提升路口通过几率 未来上路时也请驾驶人 遵守交通规则 维护自己跟他人的安全 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